大家好,我是宋,一个生活和奋斗的澳洲的中国大妈 今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 我坐在阳台上,很开心地在给大家聊聊天 面对油管平台另外一个博主 不停地制作视频对我进行恶意的人身工具 歪曲事实,进行网络霸凌 和众多有影响的华人媒体对我新闻的报道和转载 我不得不再一次站出来为我自己发声 这几天呢,我又把我所有的视频都重新又看了一遍 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动了谁的奶酪 才会让他们这样子恨我 不惜一切的代价要从心理上摧毁我 让我闭嘴 看来看去 我只有一个视频 我发现 触动了某些人 甚至可以说是某些反华组织的奶酪 在这里我要试问广大的 附和那个黑白有道的网友 虽然我们生活在国外 虽然我们的祖国仍然有各种瑕疵 它不完美 但是又有几个人会因为母亲的丑陋而嫌弃呢 又有几个人会丧心病狂到只是因为简单的三观不合就花费巨大的精力 和时间去制作一个视频去霸凌别人 答案只有一个 钱 当然了 他的视频说他不是为了钱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 他不是为了油管上这点钱 因为他心里很明白 他是赚不到这个钱的 他的目的是舔他金主爸爸的后屁眼 跪在那像狗一样 用自己的唾液 侮辱自己同胞人格的手段来达到自己 能从自己的金主爸爸那拿到金钱的丑恶目的 罪恶的心灵 说到这儿朋友们肯定想问 是哪一期视频触动了他们的利益 有一期我讲的是 出生牛犊不怕虎 一个人独次闯澳洲 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可能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我提到了 刚来到澳洲的时候 我有一个室友 他带我去申请政治庇护 而我呢 当我看到有一个孕妇满身是血 躺在地上哀嚎 一个警察拿鞭子抽他 说停止停止 就是说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就说 我在国内没有见到这种情况 所以我不能昧得良心说 恰恰就是这种 发自自己良心的 无政治倾向的视频 触动了他们的奶酪 出了国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移民到国外的途径 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是技术移民 第二种是投资移民 第三种是结婚移民 第四种是庇护移民 所以呢 华人朋友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想到 我所说的政治庇护移民 而且呢 包括 不但说是那个时候 就是包括现在 在我们三级半克的 最繁华的社区的十字路口 基本上每个周末 都有某些组织的成员 举着旗子 举着小册子 在发 仍然在说 他们的这个 什么什么法 多好多好 共产党是怎么样 去进行新疆的 集中营 然后呢 共产党是怎么样 去活摘人体器官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还有这种恶意的 为了达到某些目的 或者说是 因为这些人 他是有组织的 这些有组织 就是这些组织者 他应该是 百分之百 是已经有澳洲身份 甚至呢 他们就是没有正当工作 就是靠着 这些金主 来给他们的钱 来提供他们 在国外的一些生活 把这些事实 说出来的时候 而且现在在我的频道流量 和粉丝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们就感到恐惧 但是呢 他们又不能从这方面 抨击我 他们就只能进行 道德绑架 捏造一些 莫须有的罪名 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第一个发表 关于我们全家新闻 起了很恶心的标题的媒体 据他们的报纸爆料 是据网友爆料 北美的网友爆料 就是说这个网友 不是澳洲人 他是美国人 北美网友爆料 我就很纳闷了 他既然是这个北美 这个人在美国 他都能这么神通广大的 一个人不通过任何组织 都能找到澳洲主流媒体的 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 并且能跟报社的编辑 什么都能联系上 然后呢 又让这么多媒体 来转载我的新闻 既然他有这么大的能量 他有这么大的本事 作为他一个个人来说 他为什么没有一个正当的渠道 能查到澳洲移民局的电话号码 能查到澳洲警察局的电话号码 能查到澳洲局局的电话号码 我相信在一个法治的国家 这些所有的政府机关的投诉电话 比这些新闻媒体的热线电话 更有透明性和公正性 如果是我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 他们为什么 为什么不采取正常的法律的举报手段 来对我的所作所为 进行一个公告 进行一个公示 让天下所有的网友都看到我丑陋的行径 他们为什么不 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言论 都是他们捏造的 他们没有任何依据 去能举报我 只能通过一些龌龊的 见不得人的手段 给某些丧尽天良的 没有一点点新闻道德操守的新闻媒体 新闻人做一些不实的报道 起一些恶心的标题 来攻击一个善良的 经过辛勤劳动 通过自己的双手奋斗 过上了幸福生活的 中国女性 在今天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只想奉劝那些不过大的金主来支持你 对我进行人生攻击 不管你是多大的反华集团 我都相信 在澳洲这样一个法治的国家 在所有善良人的心目中 你们的阴谋不会得逞 你们只能自行不义 避自闭 我相信正义到来的一天 已经不远了 好 谢谢所有网友朋友们对我的支持 大家一会儿见